他們青少年時期 過得比成年人還瘋狂 他們歌迷宛如暴民一樣失控 他們還讓美國人愛上了英國的搖滾 銷量甚至超越了搖滾傳奇貓王 他們留著你永遠不會忘記的髮型 唱著你一定聽過的歌 他們就是偶像男團的師組 The Beatles 1940年的10月9日 英國利物浦誕生了一位搖滾樂的明日之星 John Lennon 在老師的眼裡 他是班上最難管教的學生 常常因為遲到、打架和惡作去被留校查看 但受到母親的影響 Lennon從小就對音樂有著很深的執著 後來又愛上了搖滾巨星貓王 讓他更堅定了玩樂團的夢想 Lennon在15歲的時候 創立了一個叫採石工人的噪音爵士樂團 某次表演完 很有介紹他認識了保羅·麥卡尼 那麥卡尼秀了幾招吉他技巧之後 Lennon決定讓他加入樂團 那麥卡尼加入樂團後 又跟蘭農介紹了一個 彈吉他很厲害的朋友 喬治·哈里森 老師不會啦 一個拉一個 當時哈里森只有14歲 蘭農覺得他年紀實在太小 不適合加入樂團 不過看完他精湛的吉他演奏之後 最終還是妥協讓他加入了 樂團的吉他成員 後來經過幾次替換 團名也一直重複修改 最終才定案為現在的 The Beatles 那在1960年的時候 《劈頭4》滿懷夢想的飛往德國的盼保 並跟當地一間俱樂部簽了表演合約 結果他們錢沒賺到多少 還要忍受高工時和骯髒的環境 他們只能睡在劇院的電影螢幕後面 用小便斗的水洗澡和刮鬍子 太噁了吧 後來又因為商業糾紛 哈里森被舉報未成年 所以被驅逐出境 你看 當初的錯誤決策 那麥卡尼和當時的鼓手貝斯特 也因為在房間燒東西而被逮捕驅逐 這活該 這活該 但《劈頭4》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夢想 之後又陸續在漢堡演出 那這兩年的磨練 除了累積豐富的表演經驗 也讓四位男孩用最激烈的方式 登朵了 他們用興奮劑支撐長時間的表演 每個夜晚身邊總圍繞著紅燈區的映招女郎 哈里森更是在其他團員的圍觀中 你知道 破了他們的第一次 耶 在如此瘋狂的狀態下 他們的努力開始得到收穫 因為搭上當時結拍音樂的風潮 讓《劈頭4》在《利物浦》開始有了名氣 他們也遇見了眼光獨到的天才商人 布萊恩·艾伏斯坦 其實像《劈頭4》這樣的樂團 在當時的《利物浦》隨便抓都一大把 但這個天才商人秀出了《劈頭4》與眾不同的魅力 他毛遂之間成為《劈頭4》的經紀人 開始把四個年少輕狂的男孩 打造成獨一無二的偶像男團 BTS 《利物浦》 艾伏斯坦定下許多規矩 包括統一他們的外在形象 穿西裝 搭配滑稽的蘑菇頭 完全跟其他的搖滾樂團去隔開來 那之後 艾伏斯坦四處尋找能簽下《劈頭4》的唱片公司 直到幾個月後 才終於被製作人 《喬治馬丁》簽下 在《劈頭4》製作音樂的過程中 喬治馬丁總是能給出獨到的想法 像是改編歌曲速度啦 或是加入搖滾樂不曾使用的弦樂式重奏 可以說是讓《劈頭4》成為傳奇的重要推手 所以他又被稱為《劈頭4》的第五個團員 但是他們興致重奏開始第一次錄音之後 團隊做了一個很傷感情的決定 他們打算開除當時的鼓手貝斯特 有人說是因為他太帥會搶走樂團的風頭 又有人說是因為他的鼓跡不佳 但真正的原因或許只有劈頭4的團員們才知道 之後他們找來了新的鼓手林哥史達 這時候劈頭4的團員才正式確定下來 在天才軍師艾伏斯坦和傳奇製作人喬治馬丁的代理下 劈頭4的第一首單曲 《Love Me Do》 就攻進排行榜 那第二首單曲 《Please Please Me》 更是直接攻佔利物谷各項榜單的冠軍 藍農和麥凱尼漸成為樂團穩定的創作主力 但為了讓團員都能有所表現 每張專輯都會有哈里森和史達演唱的曲名 1963年他們發布了第一張錄音室專輯 《Please Please Me》 開啟了劈頭4連續不斷的冠軍專輯紀錄 隨之而來的是轟動英國社會的劈頭狂熱時期 當時劈頭4的粉絲瘋狂行為 甚至讓警察要動用高壓水柱 在不得已的時候還甚至需要出動防暴警察才能控制群眾 最噁心的是 因為很多女粉絲會興奮到尿褲子 所以劈頭4的演唱會總是充滿尿味太噁了 雖然劈頭4已經快把英國的天花板掀翻了 但千里之外的美國卻沒人知道這個樂團 當時美國一直是西洋音樂的主導者 連同屬EMI旗下的一間美國唱片公司 都覺得劈頭4在美國沒有未來 所以拒絕發行他們的音樂 這個時候他們神一般的軍師艾普斯坦 親自帶兵出征美國 他首先爭取到一個關鍵性的機會 就是讓劈頭4登上美國最他咖的節目 艾德蘇利文秀 拿到這個籌碼之後 艾普斯坦也說服了總公司EMI 直接讓劈頭4在美國發片 而真正讓劈頭4稱霸美國樂團的契機 居然是一個來自馬里蘭州的15歲少女 Marshall Elbert 有一天他在電視上看到劈頭4的報導 就詢問華盛頓的一家電台 為什麼美國沒有這種音樂 他說 就不是美國的現在 不是 就是當電台DJ播出劈頭4的I want to hold your hands 之後 電話馬上被瘋狂的觀眾打爆 要求再次重播這首歌 那這首歌也直接攻佔美國排行榜的第一名 劈頭4狂潮正式席捲美國 那在劈頭4的帶領下 其他英國樂團包括粉質樂團 奇想樂團等等 也陸續攻佔美國的排行榜 衝擊美國的流行文化 1964年的8月 劈頭4在美國巡演途中 跟民謠搖滾教父巴布迪倫 在一家飯店初次見面 巴布迪倫在飯店 讓他們享受到了草本鳥法的美妙 隔年他們又偷偷被一個牙醫朋友 在咖啡裡放了LSD 他們朋友真的很讚 真的很健康耶 從此 劈頭4並賣下了化學性樂團條路 他們漸漸走出50年代搖滾的椅子 加入更多實驗性的音效跟編曲 1965年發生專輯 更直接被藍農說是 大咖專輯 對大查專輯 到了1966年 劈頭4的狂潮沒有停止的跡象 但數大招風 他們終究還是惹了一些大麻煩 欸剛剛沒講了我這邊補 在一次菲律賓的巡演中 愛普斯坦 婉拒了第一夫人的早餐邀約 導致當地的民眾認為他們對第一夫人不敬 民間開始出現暴動 劈頭4最後幾乎是用逃亡的方式離開菲律賓 這個事件過後 藍農又因為在某次採訪中提到 我們比耶穌更受歡迎 讓美國南部的基督徒引發強烈抗議 甚至燒毀他們的唱片 後來藍農才不甘不願的道歉 平息風波 那年夏天 劈頭4終於累了 除了成名帶來困擾 再來就是演唱會的歌名 根本沒在屌他們的音樂 台下的尖叫聲 讓劈頭4完全聽不見樂器的聲音 於是他們決定在8月的巡演結束之後 再也不做現場演出 劈頭4終於擺脫了外界的干擾 可以專心做音樂 果然 不負眾望的 在1967年 他們的極大成之作 筆薄君朝極末芳新俱樂部誕生了 我不知道這名字到底是殺小 這張專輯是音樂史上第一張概念專輯 從封面設計到每一首歌的安排 都被當作是一個整體 整張專輯就像是一個完整的演唱會 專輯充滿了天馬行空的音效 和實驗性的題材 團員的造型也變得更加老成 意味著劈頭4已經不再是 那個單純的少女好笑 此時的他們變得更成熟 也有更多自己的想法 但在那年夏天 卻發生一件讓大家措手不及的事 劈頭4一手帶大的天才經紀人 艾伯斯坦因為藥物過量的一世了 大麻煩 不要亂講 此時的劈頭4就像4匹脫僵的野馬 沒有艾伯斯坦的協調 團員們的矛盾紛紛辦到檯面上 加上劈頭4決定自己成立公司 親自處理樂團的業務 讓利益糾葛參載在其中 樂團的向心力也搖搖欲墜 在1968年的第九章錄音誌專輯 The Beatles當中 已經可以明顯聽出團員們只是在各做各的音樂 然後丟到同一張專輯裡 藍農和麥卡尼因為風格差異 早已經看不順眼對方很久了 而吉他手哈里森一直以來被藍農和麥卡尼搶進風頭 創作實力長期被低谷 史達更是在錄製期間退出了兩週 其中激化大家矛盾的到貨限制 就是藍農的女友小野樣子 他不顧樂團的規矩 把女友帶到錄音室 哈里森更是因為小野樣子 拿了他一片餅乾 罵他是 進而跟藍農打吵架 那當樂團的危機達到臨界點的時候 麥卡尼決定站出來當老大哥 他想方設法希望把大家重新凝聚起來 於是他提了一個企劃案 希望大家一起製作一些新歌 並把整個過程拍成紀錄片 回去了 但結果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反而用影像血淋淋的紀錄了 團員們心不在焉的尷尬景象 這張專輯就是Let it be 的前世 當大家都覺得劈頭斯要摻火的時候 麥卡尼又請喬治馬丁為他們製作了一張新的專輯 馬丁的條件是大家要認真錄音 不要再吵架 這次團員們才真正收起脾氣 製作了回宮返造的經典專輯 其實這張專輯原本打算叫做聖母鳳 本來計劃到喜馬拉雅三拍攝 但大家覺得太累了 所以就在愛比錄錄音室外面隨便拍拍就好 太隨便這反差太大了吧 1969年8月 69 蘭農決定退團 但為了不影響專輯的發行 他選擇不對外公開 直到1970年4月 麥卡尼才對外宣布退出樂團 那劈頭四也正式解散 不幸的是 十年後 約翰蘭農被瘋狂歌迷槍殺 隨著他的離世 也象徵劈頭四永遠真正的解散 劈頭四對於搖滾樂的影響力 從青少年的歇斯底里 到成年後的實驗精神 進而成熟且勇敢的批判社會 與其說劈頭四是60年代樂壇的統治者 不如說劈頭四就是60年代 接下來來到我們的小遊戲時間 這次的小遊戲非常不一樣 因為劈頭四留下來的經典歌曲實在太多 什麼黃色的潛水艇啊 什麼之類的 於是我們推薦大家 可以先去聽他們的精選集 我們會把他精選集的spotfine連結 放在下方資訊欄 一定要去聽 GO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追蹤我們的Facebook、IG跟Twitter 就是